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我是蒟若的親弟弟,蒟了更弱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 全世界第二大的宗教 伊斯蘭教 到底是什麼樣的宗教呢? 伊斯蘭教的英文叫做 Islam 而他們的信徒則稱為 Muslim 這就是很多人對伊斯蘭教的誤解 以為每個人都是恐怖分子 你們知道全球有57個伊斯蘭教國家 總共高達16億穆斯林人口嗎? 如果他們全部都是恐怖分子的話 你覺得我們還有辦法活到今天嗎? 再說恐怖分子跟我們一樣 都是媽媽生的 不過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恐怖分子的媽媽 我們通常都叫她恐怖分母 伊斯蘭教的創辦人叫做 穆罕默德 Muhammad 很多人稱他為穆聖 他在西元571年出生 610年創教 632年死亡 想念61歲 出生地就在現在的賣家 在創教之前 他是一名商人 去過很多國家做生意 有一天他在外地工作的時候 小天使跑來跟他說 等一下 怎麼又是小天使 怎麼每個創教的人都會遇到小天使呢? 上帝他媽管好一下你小弟好嗎? 總而言之 小天使向穆聖說明 他其實是最後一位先知 而穆聖在回國後 向大家說的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以為他發瘋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相信他 我個人覺得其實不難理解 就算我在很多影片裡都胡說八道 還是有一堆人相信胡說的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伊斯蘭教總共分成兩大派系 分別是 食業派 SIA 和 遜尼派 SUNNY 我知道你們想問什麼 恐怖分子是哪一派? 在這邊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食業派 你就想成 食業派 吃素的 遜尼派 就是專門訓練你做炸彈派的那個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 伊斯蘭國 ISIS這個組織 他只佔了遜尼派裡的極少數 大部分的穆斯林都是很安分的 而這兩大派系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於 當初穆聖死亡的時候 食業派認為應該要世襲 而遜尼派則認為應該要傳位給 比較有能力的人 於是兩邊就開始對立至今 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 是因為他們相信為了阿拉兒殺死異端 是神聖且榮譽的 而且在他們死後會上天堂 並且可以得到72位處女 這就是為什麼你很少看到 女性的自殺炸彈客 因為他們要的不是72個處女 而是72位技巧高超的猛男 但是可蘭境裡面沒有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伊斯蘭教其實是抄襲基督教的 而基督教又是抄襲猶太教的 其實穆聖這個人非常聰明 他完全承認基督教裡的亞摩拉罕 摩西甚至耶穌都是上帝派的先知 而他自己則是最後一位先知 也就是說在他之後 任何一位說自己是先知的人 都是假的 根本天才 看到這邊你們懂了嗎 穆斯林口中的真主阿拉 其實跟耶穌他老爸是同一個人 不過很多基督徒都不願意承認 至於大家常聽到的那句阿拉花瓜 意思就是真主至大 英文叫做阿拉花瓜 而且穆聖還規定 你不可以畫他的畫像 所以現在根本沒有人知道 穆罕默德長什麼樣子 也就不會有耶穌到底是白人 還是中種人這種爭議存在 穆聖也沒有什麼誇張的超能力 最多只能把月亮砍成一半而已 也沒有死後復活這種鬼東西 他只是去了天堂 根本就是基督教的改良版 穆聖一輩子總共娶了13個老婆 還有數不完的妾 他的第三任老婆阿依莎爭議最大 因為他才6歲就跟穆聖訂婚 9歲就跟穆聖洞房 這也是為什麼 同婚在伊斯蘭教國家仍然存在的原因 因為穆聖自己開創了先例 伊斯蘭教是在穆聖死亡後才開始壯大的 他們在短短的120年裡 就把整個阿拉伯半島 中東以及北非等地區給征服 這麼快的傳教方法是怎麼辦到的呢 很簡單一大群人朝你衝過來 問你相不相信伊斯蘭教 如果你相信就跟隨他們 不相信就一刀關你給砍了 那你們知道我會怎麼說嗎 我一定會說我相信伊斯蘭教 因為只要你是正常的男人 你就一定會有...一隻懶教 其實現在絕大部分的穆斯林都很安分守己 他們遵循著可蘭經、聖訓還有伊斯蘭教法 裡面都有提到不可殺人、偷竊、奸淫等等 另外他們也不吃豬肉、不喝酒 而且規定富有的人必須要幫助窮困的人 高利貸和種族歧視在伊斯蘭教國家也是被禁止的 另外他們每天都要朝著賣家的方向做禮拜五次 如果你是老弱、傷殘或是孕婦 還可以減免做禮拜的次數 那如果你人在國外 你只要有空把它補回來就可以了 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 伊斯蘭日期的算法也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採用的是伊斯蘭英利 西元622年7月16日為英利的元年1月1號 平均每年只有354天8小時48分 所以每隔32.6年就會相差大約一年 混亂下來他們現在大約還在1400多年 每年的英利9月就是他們的齋戒月 從太陽升起到日落都不可以禁止和發生性行為 當然老人或是孕婦一樣會通融 而每年的12月8號到12號就是他們俗稱的朝關 規定一生至少要去過一次 在朝關的過程中必須穿上戒衣 並且嚴禁任何暴力與色情行為 然後每個人逆時針繞行天防七次 但是因為每年大約都有三百萬人來朝關 所以每年都有幾百人因為朝關而被活活踩死 其實就跟世界杯一樣 繞行完之後就要開始進行直石巨魔 大家圍一個圈圈一次拿七顆小石頭 用力的丟向中間的大石頭 哈哈你猜對了 不是每個人都是大鼓祥貧 所以每年也有幾百人被石頭給打死 後來就改成對牆壁投石就好了 看來所謂的教義跟原則也是會被現實所改變的喔 一戰教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仍然充斥著嚴重的重男輕女 比如說他們仍然保留著一夫多妻制 某些國家也禁止女性開車 甚至禁止女性單獨出門 另外還有同婚和殘歌等等的問題 我們身在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裡 是在很難體會這種感覺 By the way, if you're a terrorist who's watching this video Please allow me to clarify something First, this video is from North Korea Please don't be surprised Because all the citizens here are free to use internet And we also have free speech Second, why I can't speak Chinese that well? It's simple, we're just next to China My telephone number is 五四八七,九八七,九八七 我是八七,九八七,九八七 以上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不同宗教的文化背景 也希望我還能看到明天的太陽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來自北韓的蒟蒻 謝謝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蒟蒻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